你们见过会摘橙子的金毛狗吗? 湖北一位小姐姐家种植了一片果园,到了摘橙子的季节,家里的狗狗毛毛成了果园的小犬公,每天都会叼着小篮子去帮忙摘橙子,一口咬一个,有时够不着,还会跳上去。 毛毛很聪明,看到是小的,烂的,酸的果子它会直接扔掉,专门挑又大又甜的摘,摘好了还会把大果和中果分开,方便下单的小姐姐选择。 忙累的毛毛还会去水龙头接水喝,喝完后又继续帮忙摘橙子,本以为狗狗摘的橙子会卖不出去。 万万没想到的是,很多下单的小姐姐都指定要毛毛采摘的果子,为了区分,狗主人提醒客人只要下单时备注要毛毛摘的,才会收到小犬公摘的果子。 而这些果子在主人寄出时,会特别贴上标签著名是毛毛摘的果子。 顾客在撕掉标签后,会看到有两个凹进去的小牙印。 这些就是毛毛亲自摘的果子。 狗狗帮主人采摘果子的视频在网上走红后,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了,他们纷纷指定要毛毛亲自采摘。 五十单里面有四十八单是要放小犬公的橙子,另外二单则备注要毛毛摘上一整箱,说毛毛会挑,选的果子会更甜。 不得不说,这些小姐姐真的太坏了。 一个个的依依怎么这么坏,嫌我胖就直说好了,我妈卖五十单橙子,有四十八单备注要我摘的,两单要一整箱我摘的,我是上辈子咬你们了吗?这辈子要我摘橙子还债。 随着毛毛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,他的采摘的技术也越来越好了,果子上的两个小牙印也越来越淡。 网友们都纷纷留言表示,狗煮人家的果,肯定是不打药不打辣的,是安全纯天然的,不然毛毛根本不敢去咬。 都说狗狗的鼻子最灵敏,可以通过气味来判断果子的好坏,还能判断它的成熟度,所以它会挑最甜的果子采摘也不是没道理。 之前狗狗摘橙子纯粹是贪玩,现在却被迫成了打工狗。 狗主人把视频发上网后,没想到引来大量的人关注,现在越来越多人去毛毛家买橙子了。 虽说这或许是商家卖橙子的一个营销,但还是希望不要累着狗狗,你们觉得呢? 好了,这期视频到此结束,喜欢我的视频,大家点赞关注下期再见。